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撞新闻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又到礼拜一 好不容易 在我们刚过去这个周末的北部地区 那么刚刚结束 连续三个礼拜的英语连绵的天气 太阳放晴 天气放晴太阳露脸 所以我想这个周末 大家都觉得过了一个还不错的 一个小小的暖冬 但是今天礼拜一 我们又看到了 天气又湿又冷了 而且可能从今天晚上开始 天气会更凉 到明天会降到12 13度 所以今天晚上 如果要夜归的听众朋友 那么记得出门前 今天要夹带衣服 因为天气傍晚之后 就会开始变凉 好我们节目开始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这个礼拜的焦点 将会是美国新的纾困方案的谈判进展 那么另外就是联储局 Fed的议席的结果 另外礼拜五是美国市场的四重结算日 那也非常的受到瞩目了 这个礼拜是美国股市在圣诞节假期前 最后一个完整的交易周 所以市场也非常的关注传统的圣诞声势会不会出现 那现在有关新纾困方案 现在国会还在拔河当中 不过很多专家都相信最后应该会通过 因为美国应该不太可能会容许 数以百万计的失业的人 在12月之后没有救助金 那12月当然签试到圣诞节跟假期 传统上这是一个都认为是一个家庭团聚 圆满的一个节日 那么另外在新冠疫情的部分 那么美国是礼拜一12月14号开始 那么要施打辉瑞疫苗的这个部分 辉瑞疫苗大概会有2000 可能有2000万剂会来施打 那同时这个礼拜四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ed 也正式审查 这是由跟美国国家卫生院合作的 莫德纳的新冠疫苗做紧急使用 那么如果批准使用的话 应该对股市的后市也会有正面的一个影响 好这是美国股市的一个情况 那听众朋友有没有敏感的人 会一定会问到说 为什么美国大选的争议 不是很尤其非常时间非常的逼近的吗 看起来在做美股的这个展望分析的时候 没有并没有把这个因素带进来 好这个如果你有这样联想 那表示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没有错 美国的选举的这个争端 其实还在持续 因为像现在这样子 礼拜一美国时间礼拜一 今天会要各州的选举人团 就要开会投票 来正式选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那现在因为这个连续的这个川普阵营提出来的一些上诉的一些这个法律诉讼 那么现在各州这个鲨鱼 那么接着最最后一早就是由美国德州的检察长率领另外17州的红州 那么这个提告到联邦最高法院 他们主要是要申诉说乔治亚宾州密西根跟威斯康辛州 这四个州这个涉及违宪改变通讯投票 那么的等等一些规定 所以要求应该推翻这四个州的选举结果 但是最高法院已经在上个礼拜五 那么裁定拒绝受理这一项起诉案 那么这个就表示说这个川普阵营寻求通过司法来推翻大选结果 这个路已经走绝了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已经没有路了 那这是而且这一次的最高法院所做出的裁决 这九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当中 有三名是川普所提名的所谓的保守派大法官 那他们通通是这个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起诉 也就是说做出的裁决都认可说是应该驳回了 那反而有另外两位被认为比较自由派的这个阿利托跟托马斯 那么他们还认为说可以让他上诉了 好那川普当然对这个败诉是大为不满 那么他批评联邦最高法院令人失望 这些大法官缺乏智慧跟勇气 那当然现在也有人拿这两个名词来反驳川普 说他缺乏智慧才会去打这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官司 说他缺乏勇气才没有办法承认败选 但是当然他的支持者现在也还在美国各地 那昨天礼拜六的时候就在全国各地 那么举行游行叫做让美国再强大的百万游行 Millium Mega Amarch 那么要求Stop the Steal 要求停止窃取选举 结果在华盛顿最后这个游行 示威是以暴力收场 因为支持川普的极右团体 Proud Boys这个骄傲男孩 跟敌对的极左组织 反法西斯主义Antifa 就上演全五行 好这是但是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这些状况 但毕竟美国的司法 最后从地方法院到联邦巡回检察院 到这个最高法院 那么都用司法的独立性 来挡掉了这种政治上的一些意图 所以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也因此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 本周美国股市的一个前瞻的时候呢 并没有把美国大选的争议的这个因素 列到里头去 主要原因是因为基本上大局已经底定 大局已经底定 那大局底定了以后 现在接下来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下个月初 还有一个 是这个乔治亚州的 这个参议员的一个选举 因为这会决定参议院里面 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可以占多数 而如果是共和党占多数的话 那么对接下来的这个拜登政府 当然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接着呢是在1月6号 就说1月6号的这个国会 新的国会集会 那么就要根据这个14号 就12月14号的这个各州选举人团 选出的结果 来做一个宣 有关这个选举结果的一个宣判 那这个当然理论上 都还有好几道的程序 不过现在因为 美国50个州 那基本上都已经认证 说是拜登 这个总数之后 认证选举的结果 而且加总之后呢 拜登是 这个达到306票 所以基本上这个结果 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基本上1月6号的 这个国会的集会之后 所进行这个选举 就比较是一个程序性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说 来了解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再回到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知道 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模式 也造成很多的死亡 现在全球的 在过去两个礼拜 增加了上千万例 那么现在巴西 印度的确诊人数 已经快要达到一千万了 这个当然造成 对经济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但是呢 的确也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这个正面就是说 就对于减缓地球的气候变迁 这次的疫情发挥的功效 这个可能是前所未见的 有一个组织叫国际全球碳计划 那么根据他们统计 2020年全球的碳排放 比去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 那这个他提到说 在过去人类的大概七八十年的历史当中 那么通常因为经济成长的关系 每年的碳排放基本上都是成长正的 那么可能多跟少的问题 但很少有出现负的 那么何况是降到减7个百分点 那这样的数字 要等要在什么 要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才有看到了 那么所以呢 这家这个组织 GCD估计 今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340亿公吨 会比去年少了24亿公吨 这个7%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当中 这个美国下降了12% 欧盟11% 印度9% 中国大陆只有降1.7% 这个当然也是跟那疫情最快结束 经济最快复苏有关 好我们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福人大学的日本集东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诗胜教授 何老师早 秦龙兄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这个 我一会儿还是要跟你请教 有关开放日本核灾区食品的问题 最近很热门 但是我们先谈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这两天 我想在美中台3D 谈得很热门的一个人物 就是美国总统当选人 拜登已经宣布任命 有一个叫Catherine Catherine Tai 出任美国贸易代表USTR 那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 这个职位很重要 他的前任莱特海泽 在这个跟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 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湾现在想要跟美国签订BTA 也得这个单位 才有用 然后我们这个莱特海泽 在当年美日谈判 广场协议的时候 他是副代表 1980年的时候 他是主打 他是主打 然后是他把日本造成衰落了20年 一个要角 事后当然不是单一的人物跟原因 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这你就知道 为什么美国贸易代表这么的重要 而这个人Catherine Tai 是个华人 而且不但是个华人 他的父母都是台湾过去移民到美国 他们父母都是台湾大学毕业 然后到了美国 所以还有人把他说他是台一的 那不管怎么说 因为他的主父母都是在大陆出生 其实父母恐怕 我看那个年纪可能也是 他在台湾成长了 然后在美国 这个读书等等 然后在 所以很有意思 那就是说 大家就在看说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的中文名字叫戴琪 戴琪 对 好那您现在这个 我想我们关注国际焦点的人 他不得不去研究 那么戴琪上任之后 要怎么来处理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 您的观察 事实上戴琪如果从他专业背景来看的话 他跟莱特海泽有点像 他都是研究贸易法 贸易法 对 所以他之前基本上 也在WTO 帮美国打这样的一种贸易诉讼 而且对象就是中国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样的一个 美洲贸易的一个问题 还是会再延续下去 他不会就是说这个整个拜登上来之后 那船过水无痕 或者是把过去这个川普谈的这些就打掉重链 我想那个对拜登来讲的话 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这个也攸关美国很多这个 他之前不是说他上来之后一段时间 工作 要把工作 对对对对 他不会跟其他的国家再签这个 不管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 那他当然他还是要先回房他自己的国内 那就是说对这个选举当中不投他票 可是他还是要去照顾这些人 那他现在要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内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这个美国他现在确实已经出现了这个等于是断裂 那他要把美国重新的缝合 那所以事实上在未来的一个美中贸易里面 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要面对这过去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也不会因为拜登上来之后 那那或许在谈的方式或者是用的这样的一种制裁手段 可能会不一样 可是这些问题基本上还是在美中关系里面 那北京不得不面对 那所以未来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可能川普还是会回到WTO 他不会这个像川普会回到WTO 那我们过去看这个川普跟拜登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川普基本上他不玩多边嘛 那都把WTO也被他弄到几乎已经没有功能化 那未来的话这个拜登上来之后 那整个美中贸易那还是会持续 那不过他用的一个方法可能还是回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多边机制 包括WTO在内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事实上像戴琪这样的一个背景 他过去有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打这种这个法律战的这种经验 那应该是这个未来在美中贸易里面 也是中国大陆一个很难缠的一个对手 对确实在这两天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就有人流传 那当然是拿戴琪因为是个华人跟余茂春来做比较 那余茂春是谁呢 余茂春我们知道他就是中国大陆出去的一个留学生 出去了这个潘培尔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务院的中国政策的最高顾问 有人讲他师爷 对叫师爷 对那他因为他是念南开大学的时候听到了雷根的演讲 那么就对美国非常的向往是因为这样出来的 那他有个评论他讲说这个说因为戴琪 他是一个受过彻底完整西方教育的 因为他在美国出生1974年 他也比他爸妈还还变成还早变成美国人 他爸妈是在他出生五年之后才入籍的 他一出生就是了 因为那个那个他生在美国 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了 而且基本上受的就是美国教 不过他中文讲的还是不错的 可能家里面爸妈有教 对有关系 对好 然后呢他的比较是认为说戴琪呢 他会更加的是 包括就是说有章法会从一方面会从意识形态方面来发力 但同时会跳出自由贸易的正确政治正确的束缚 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那么他会这个跳出自由贸易者跟贸易保护主义者 这个意识形态之争 他是基于现实做理性判断 那么理性所谓的基于现实可能还包括说用什么方法比较有效 用什么方法才会让中国痛 这可能是他带起将来的一个 而且他有实物经验 而且不只要让他痛 而且还要让他变 变 就是痛才会变 他就认为说可能跟川普的时候有时候是自己爽 比如说你提高关税看起来好像有用 可是结果发现都是美国这个消费者付出来的 对啊 而且可能损失的都是美国比较穷的这些人 所以变成说你多增的关税 变成说你多增的关税是美国消费者多缴出来的 然后呢你都收到这些钱也没有进联邦的这个财库 因为拿去补贴了 补贴那些受影响的这个 所以这个变成有点莫名所以 因为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好 所以戴琪的这样的一个出现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当然现在焦点都是讲的是这个美中的贸易的部分 那美台的部分大家也会关注啊 对不对 可是我想大家也不要期望说对台湾会特别好 因为他是美国人 他是会对美国的这个利益这个来这个尽力 那虽然他的父母亲 这个在台湾成长 对不对 那他应该是对台湾也不会有恶意 我想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而且他爸爸妈妈在台湾都有很多的朋友 那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人上来 对台湾也我想也不会是扣分 那不过我们还是要贸易在贸易的这个谈判里面 特别我们如果要跟美国谈BTA 那当然我想这个我们台湾自己产业 这个该做准备的对不对 然后一些会受损的这些产业 那政府还是要先这个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甚至于要有一些配套的这样的一个辅导 那自己要做好准备 我们才有办法这个在未来的一个台美的这个贸易里面 这个我们这个该开放的要开放 是对不对 然后这个这个我们不能就说美国贸易代表署 这个派了一个这个有台湾配给的人 这以为可以怎么样子 对那我这个是自己想象 这当然非常不切实际 不过倒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因为在共和党的政府 就比如说在川普的时候 我们看到赵小兰 他是运输部长 赵小兰在小布希的时候 还当过商务部长 那么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 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网站上 就有人在提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美国政府 为什么用的都是台湾背景的移民的后代 但是却没有大陆背景的 那这个问题当然他讲的是说 因为其实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当中 从直接从中国大陆去的 远超过从其他地方去的华人 可是他们看到的是 你今天不管赵小兰 不管是这个这个这个戴琪 甚至在美国的政界 如果老一辈的话 我们知道像骆家辉 这是老乔的后代 还有像什么 今天联邦的参议员 像赵美新 那么像还有像前阵子 出来选举的杨安泽 杨安泽的父母也是台湾去的 那一样跟戴琪有点像 对对对对 好现在他们就问说 那为什么用的都是台湾的背景 而不是中国大陆的背景 这里头是不是牵涉到一个 因为当然时间顺序可能有关 台湾的移民美国比较早 比较早 对不对 所以现在等于说在那个地方累积开发结果 比较理所当然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不是牵涉到信任的问题 对我觉得那个秦龙兄这个讲到关键之后 信任 这样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在80年代之后 改革开放有很多的这些人 这当年但是年轻人 现在大概也都已经六七十了 那到了美国 包括这很多人也这个在美国也落地生根 比方讲那个像这个在美国的学术界 那个在研究中美关系很有名的这样赵穗森 还有在研究日本的赵全盛老师 对不对 还有裴敏兴 那他们这些这个就是那时候这个去美国留学 然后也留在美国 那不过就是说美国基本上 这个用的这些华人或者是华裔 很多都是这个第二代 不管他是新桥或者是老桥 对 那大陆因为 但是没有路桥 那大陆基本上这个 有留学生这个到美国去的时间 这很晚 我觉得那个前两天 秦龙兄你在这个人间福报写的那一篇 这讲到这个就是说 这个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还另外一个我觉得说 这美国在用这些人 事实上我认为还是有价值观的 这样的一个考虑 那在中国 特别是中共见证之后 对 当然他们关闭了这个非常长的段时间 那后来去的这些人 我认为中国大陆 这个哪怕你在那边落地深耕 中国大陆可能还是信不过你 那 那到过来美国也信不过他 对 对不对 那所以就说这个 他们这些人基本上这个 在家里面 这个 可能 这还是 在一些观念的这样的一个 四代的这样一个传承上面 这可能要到第三代以后 这或许这个状况才会 才会有一些改变 我相信还有很大原因的 就是中共党组织的连结 没有放弃过 他还在持续 在海外 就说你今天 就算你不是党员 你出去的到海外去 一段时间之后 他会要你参加同乡会 同学会 他们自己跟大陆的连结还是很深 党的组织就会出来 因为这两天刚好也有个消息 在讲到说 这是美国 英国的周日邮报所报导的 讲到说 有差不多两百万的中共党员 渗透到英国各界 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有个国家情报法 这个我们待会休息之后 来好好跟大家谈一下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们讲到说 这个美国的拜登总统 那么他提名了一位华裔的 这个叫戴琪来出任 最重要的贸易代表 那就从这个话题谈到说 为什么美国 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 他们所任命的华人调职 好像都是台湾的背景 居多了 那么到现在还没有听说 有哪一个是中国大陆 纯中国大陆背景出来 事实上我觉得那个里面 我们应该说更精准一点就是 他美国不用有中共背景 中共背景 对 我们如果从时间上去切的话 他也会用在大陆出生 然后直接从大陆到美国 会哦 但是这个很多是49年之前出去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49年之后的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包括他的第二代 可能这个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我们刚刚这个讲的 就是信任的问题 短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去克服 没错 那这我比如说 从历史去看 对不对 在二次世界大战 在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关系坏到这个 也曾经有过 这个非常严重的时候 他们还是用这一个 这个限制你自由圈管 就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美国 租到美国去的日本人 还被到集中 在加州集中引去的 日益的这些美国人 他们现在还在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对这些日本来讲 当然你要讲的话 过去也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 后来李文和在美国 他也曾经是被沦为 他被一段时间被当做间谍 然后也有过这个 我记得好像是日本的汽车工业 因为攻占了美国 造成底特列汽车工厂的人不满 就把一个台湾人给打死了 这些情况都有 但是就是说 都没有今天的对比强烈 刚刚我想这个何老师讲的对 美国对中共背景非常的防范 这个其实还跟那个情况有关 就是中共我印象中 他们2017年的 通过国家情报法 那个法是规定说 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都有义务为国家来做情报 是这个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你用想象一下 就觉得说 哇又有党这么绵密的组织 对不对 你今天在大陆 连私人企业都要搞党的组织 外企也不例外 然后你只要到海外去 他一定想办法要搞一个党的组织出来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太可能 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 你虽然离开中国了 但是你受党的控制跟影响 没有说因此完全消除掉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它的一个组织 真的真的 他有一点像宗教 对不对 就不管你人在哪边 更像异形 我觉得更像异形 像异形 他都会帮你组织起来 然后这个到最后 事实上你一直往这往上面去溯源的话 都可以 都可以连接到中共 对啊 对啊 而且他 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器到现在还是很牢靠的 不同的地方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歌大的时候 在进修的时候 那个北大的那个书记来 他协着校园的书记不好听了 就改一个什么学校 什么北大委员会的主席 用这样的名称 大家都知道他是书记 因为校长见的他都公公敬敬的 他们有的那个在海外 对不对 那个他们也常常会组联谊会 当然这看起来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留学生 在海外也会组联谊会 不过他们的联谊会 基本上 事实上都有这个党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在 当然必须讲 在建时期一党独大的台湾 当时的国民党也有一部分 这样的性质 比如在海外 台湾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学生组织 等等这些做这种 对个别的一些 自由派学生思想的一种监控 这种情况也在所多有 但是台湾毕竟很小 你中国那么大 现在14亿人 然后每年那么多人出去 这就难怪像今天这个新闻 说有近200万中共党人 渗透到英国各界 你看看这个多可怕 这个当然我觉得也是英方的一种 另外一种反外宣的一个做法 这个一个情况 好这是我们从这个戴琪这个事情 因为刚刚好在 很有意思就是说 在戴琪出任这样的消息出来的同时 在美国也有一个华人 那么这个人叫芳芳 那么什么事情呢 结果芳芳 刚好跟我们台湾那个演员芳芳还是一样 对因为他被炒作 说他是中国的女间谍 在加州跟很多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都有一腿 所以慢慢打进这个美国的政界 这一类的说法 那你当然这两个弄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很对比嘛 一个台湾去的移民后代 是蒸蒸日上 中国来的美女 结果是要搞情报的 搞情报 结果加深这种印象 是不是这样子 市长我觉得那个 就是说 刚刚金龙兄这提到 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些 出去的这些侨民 当然跟自己的故乡 我想在感情上 都还是会有一些连结 不过就是说 他们的第二代基本上 我认为我们台湾的父母 是让教育也比较开放 对不对 你看这个他戴琪的父母 他在家里面虽然教他中文 可是基本上像这些孩子 在美国的话 我觉得他们已经把美国的 那样的一种价值观 内化到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去了 那换言之 如果说从价值观来看 或者是从对国家的认同来看 他们这些人 基本上对美国是安全的 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像我的朋友 也有到美国去移民 我以前在小时候 一起长大的 这邻居 然后他大学毕业之后 对不对 就到美国去跟他太太 他两个都是台湾人 然后在那边 生了这个小孩 然后这个 那他有时候回来 他有一次回来跟我讲 他说 他都叫我小弟 他说小弟完蛋了完蛋了 我说什么 他说那个 我女儿 我女儿有一次 就回家 就跟我讲 这个 他说I'm white 对 他说我是白人 白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事实上我觉得 就是说这些第二代 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 在整个 但血缘上 这个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在认同上面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父母 对小孩的这样的一个 在家庭里面的这样一个 教养的一个方式 可能也跟大陆的 这个爸爸妈妈 这不一样 那而且就是说 其实我们后来 我们台湾 对我们的海外的侨民 也没有像刚刚清隆兄讲的 对不对 那个在过去戒严时期 那个那当然我们会有 那样的一个组织在 可是后来这也都没有了 那所以这对美国来讲的话 事实上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到美国去的这些人 那基本上这个 对美国社会 社会来说 他就如同欧洲到美国去的 这些移民一样 一个就是说 他们认为台湾社会跟美国 同一个价值标准 价值判断 所以他认为没有这种 这个所谓的隔离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不同的价值的一个落差 那中国不是这样子 他可能有担心 那当然我们刚讲也是 时间差也有关系 也时间差也有关系 好讲到这种 所谓的文化的影响 最近倒有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拜登即将要当选 前两天看到央视 在评论发表一篇文章 那么这评论文章 为什么会引起重视 他特别提到说 说随着拜登即将成为美国总统 那么他们认为说 在川普执政期间 在中国大陆网络上 已经沉寂的一些亲美的 这些言论现在又开始冒出来 那你也知道川普任上的时候 天天打中国 所以呢在美国的一些 比较亲美的这样的声音 就不可能出来 你天天打我 我还要讲那亲美 结果现在央视这个评论出来之后 我们才发现到说 这一阵子在中国大陆 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那在当然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名词在大陆 已经被丑化掉了 都认为他们是自由派 是没有责任感 是亲美的国际 帝国主义的这个走狗 等等这些话都很难听 那他说现在这些公亲美 宠美贵美 贵下来的贵 的公知大V 就是大的微博的平台认证的 重新又活跃了起来 然后他说要警惕 因为他们又要在营造 这种亲美从美的舆论氛围 有意思的是 他大概是讲说 原来中国大陆存在 这种亲美从美的氛围 但是过去几年 川普这个跟美 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打了之后 这种声音已经沉寂下去了 现在随着美国 又在政权轮替之后 现在亲美从美的舆论声音 又开始出来了 所以要严肃防范 这又代表什么样的一种意涵 你的解读呢 市长我觉得那个 如果说从中国近代史来看的话 市长我觉得我们以前 包括中华民国也一样 我们这个对于美国 还有跟其他的这些西方国家 或日本 市长我们是认为美国比较好 对不对 我们那个 这个在以前我们 都说因为他是最有良心的帝国主义 对这个虽然这个他当时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 八国联军 对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 在近代史上的这个侵略 对不对 可是美国用的方法基本上跟日本 或是跟欧洲 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所以中国人在感情上面 对美国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西方帝国主义还是有一些分别的 那换言之就是事实上 让中国人不太讨厌美国人 这不管是这个在台湾 或者是在大陆 我想这个背景是有类似的 那所以这个在过去川普 这个上来之前 在大陆上面 虽然他们体制不一样 那不过这个对美国 也听不到什么样的一个 比较这个不好的这样的批评 甚至于如果说我们在过去 在大陆跑的话 我们也有这有时候听到 大陆有些他们对俄国的批评 还对美国还要负面 他们不信任俄国 对对对对 那这个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都是在历史下面 所形成的一种现象 那不过就是川普上来之后 事实上让这些 刚刚我们讲的这所谓的 他们不用亲美 他们叫虫 叫虫美 虫败的虫 对虫败的虫 然后这个 他们这些言论 似乎这个在整个 包括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说这个一些网路上面 对 就舆论场上基本上都没有 这个根本就已经没有市场了 不过现在拜登上来之后 他们似乎又再度醒过来 那这里面当然这个 他们会写很多有关拜登的这些 从政的这些这个历程 那事实上我觉得拜登的历程也蛮励志的 蛮励志的 蛮励志的 他蛮坎坷的 对没有错没有错 不是非常顺遂的 那甚至我认为拜登一生有点苦命 那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去这个介绍拜登 那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有时候 也过于没有自信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很多人把这东西连结到美国梦 对不对 American dream 对 那不过就是说 你如果你自己也提出一个中国梦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中国梦跟美国梦之间 那是不是就一定会对撞 这样中国梦 其实我觉得人本来就会做梦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未来更好 我们活在一个更良善的一个制度底下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面也透露出 我觉得说在美中的这样的一个对抗里面 一个本质性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价值观的这个上面 对了 而且民主党上来之后 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威胁 其实我觉得民主党传统的 他还是回到过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和平演变 美国过去跟苏联的一个对抗 基本上也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套路 你讲的没有错 所以如果从央视要大慎重其事的 去说要提醒 说这个亲美从美的工资大V重新又复活起来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说他们对于用这种细水长流 用这种微风细雨式的这种跟中国大陆的来往的影响 他们更害怕 就说不是用川普那种用拳头出来打 你拳头出来打的结果 中共很容易调动民主主义来反击 民主主义上来之后 基本上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民主主义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一下子就是让他代表14亿人民 什么14亿人民不会答应 什么这些话通通都出来了 其实这个经验我想对接下来 就好像说 这个现在接下来美国 拜登他说要搞多边主义来跟中国 他讲的就是说我要跟你讲道理 但是我要拿出实力来 不会像川普这么样子的一个粗暴的一个做法 从个角度来看 这个也给我们台湾一些启发 其实台湾对大陆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要跟14亿中国人为敌 那你不要为敌的做法是什么 你不要天天到晚敲 把台独敲了打响 你财独在大声之后 在中国大陆就没有人认为说 他跟台湾有什么连结 那说打就打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背景 我们休息一下 为了pop撞新闻 刚刚我们跟何时任老师 就聊到说 其实拜登现在回来之后 现在反而在中国大陆央视 还要郑重其事的 说要防范一些亲美从美的声调 他们叫从美公知吧 从美公知对 重新复活 这个拿来做两岸的对照 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启发的地方 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大陆来交往 那么这是一个抱护平和式的 诚意识之勇 还是说你要用比较 有历史眼光的一种方式来思考 当然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是自信的问题 那要自信的话 又牵涉到我们怎么看待 我们自己 台湾 台湾人怎么看待 台湾跟世界的关系 还有台湾人有没有决心 真的保护台湾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好 最后一段 我想跟这个何老师聊一下 就是最近在谈的这个莱猪 美国莱猪 跟这个日本核灾区的 这个食品进口的问题 大家其实都应该了解 这两个问题 那么它都牵涉到 台湾能不能够在下一个阶段的 国际经济组织的布局 有一个它该有的一个空间的问题 这讲的就是说 像你要跟美国BTA 当然美国会说 你连来 你连这个猪的贸易 你都不能克服 你都继续对我歧视 那我怎么可能期待 你怎么可能期待 我跟你会愿意做一个公平的贸易 何况是BTA 事实上可能对你更有利 对我不见得有利 跟日本也是一样 那现在就是说 它认为它这个食品 绝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开放了 韩国也只有水产品 没有开放 韩国是用品项 它不是用区域 对它不用区域 它是用品项 对然后另外更荒谬的是 柯P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也对 台湾一年几百万人去日本 你就吃到了那么多的 日本的食品 那现在就是把那些 你在日本旅游的食品 要进口到台湾来 可是我们强烈反对 然后现在更妙的是 大陆已经开始准备 要跟他去谈了 那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是因为你日本在CPTPP 日本是主导的国家 现在没有美国了 现在基本上里面 就是日本在主导 所以变成说 你如果从一个大举的早眼 台湾第一个 你不可能是 只有别人开放 你不开放 也就是说国际上的往来 一定是give and take 你不可能永远那个 除非你说 别人都欠你 只有你可以要求别人开放 台湾是可以要求 不对别人开放 就是这个叫短视禁力 我是说我们的心态上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 我认为说为什么 这个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都反对的东西 他执政了 他要去开放的 而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同意的东西 在野的时候就反对 科皮讲的就要说是 谁执政谁就要开放 谁在野谁就反对 原理是不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因为这是投民所好啊 因为老百姓啊 老百姓是这么样的短视禁力 不过这个就变成 我们台湾的政治变民粹化了 就不好 就是说不是民粹化 就是根本是不合格的选民嘛 就老百姓非常的短视禁力嘛 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过程里面 让在食安的问题上面 事实上我们有些东西 这还是要说理的 就是说这个 包括在日本核食 是 那当然日本也一天到晚跟我们讲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那不过 其实我有时候 我也会跟日本的朋友说 我说 我说对 那个在科学上面 你都可以证明这些 可是你如何让消费者相信 或者是安心 这个又心理有问题 但我在日本 日本的农林水产省 事实上那时候 那个也带着这个 我去看了 那个在我们进的那五个县 那他们怎么样做到这个 就是说去监控他们的食品 没有受到那个 所谓的 这辐射的污染 那当然我就是跟他说 从数据上来看 对不对 你那个都是安全 可是我就用那时候 用一个例子跟他们讲 我说在科学上 可能我们都可以证明 世界上没有鬼 可是老百姓还是 一般的人还是会怕鬼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上是一个心理 那日本的学者 事实上也是持这样的一个 这个论点 那个那时候我们去 去了日本的时候 那在我们 呃 拜访的单位里面 对不对 我们也到日本的一些 这个大学里面 去跟他们研究食安的学者 去进行这个一些这个交流 那他们基本上 他们其他学者也蛮好的 他们也也也不会完全 站在自己日本的立场来讲话 那因为事实上 日本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在核灾区食品里面 他们是慢慢的怎么样 让日本的消费者接受 那这过程里面 不是只有这个科学数据上面的提供 了解 但是我是说 现在客观上来讲 全世界完全不让日本核灾区食品进来 只有台湾跟大陆 其他地方有些不同的方式 中国大陆还进的更 我知道 对但是中国大陆很可能 会比台湾还早开放 现在的问题 我是觉得民进党 你在野的时候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你今天执政 人家当然要拿来检视你 着视金飞 国民党也一样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重点是因为这些政党都认为 因为他们用这样的态度 老百姓不在乎你着视金飞 老百姓在乎的是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说帮我把关 可是老百姓这个把关 是非常的短视尽力 是一种 我刚才讲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 跟人家的权力 不对等的一个关系 我们的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听众 感谢观看